当张水向自己泼来的时候 心者自清是没有的 前天我朋友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 让我去告他 我点进自己作品评论区发现 已经沦陷大量的 真的吗 三万五万 他意识到自己被造混淆 只要你不想 世界上就没有受害者 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你伤害 希望未来有一天 每个人都不用再陷入自证危机 哇哑哇老师当妈被造谣 他没泼脏水 请者自清没用 准备好了开始咯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哇哑哇哇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哇 于大陆幼稚园认角的黄老师 去年因为交唱这首小小花园 暴红被逢哇哑哇老师 去年也宣布当妈的喜讯 二年二三年 对我来说 感觉整个人生 都就是有了恨的 就变化 我觉得能够治愈到大家 是我的人心 在视频还没有火之前 这个宝宝就已经来了 对就很神奇 第一次当妈妈 然后就一路走来 就经历了这些 谢谢 我看看谁的小嘴巴 他没有避起来 我的音乐就不会出现 近期网上疯传他 疑似下海的照片 还有对话截图 哇哑哇老师 针对这些指控在28号也 情商火线回应了 哈喽好久不见 大家认识我的时候 我是叫二音乐的黄老师 现在我是叫自己 哇的黄妈妈 在没有和大家 见面的这段日子里 推生了个晚 但没有想到 在照顾哇的 这段时间里 我又经历了网络造谣 前天我朋友在群里 发了一张图片 让我去告他 我点进自己作品评论区 发现已经沦陷大量的 真的吗 三万五万 意识到自己 被造魂鸟 当张水向自己破来的时候 心者自清是没用的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 我先冷静下来 收集证据 截图ID和言论 去当地公判局报了警 提供了证据 并做了笔录 后续我也会聘合警方调查 只要你不想 世界上就没有受害者 没有任何人 可以将你伤害 希望未来 有一天 每个人都不用再陷入 自治症危机 我想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请让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人生是自己的 别人脱口而出的话 是因为 他不用对你负责 但自己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这一次 娃娃娃老师的下海事件 大陆媒体也表示 酒店影片截图 缺乏有力的证据 很明显是在造谣 怒斥造谎妖的行为很可耻 同学分两派说法 没有避起来我的音乐 你的一世都是多 有时眼睛多 有时恩多多 你的一生都是多 喜欢小男充 有时便会看看 在 rom勒充 没有? 您我觉得